同学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地球的构造 在46亿年前地球刚诞生的时候 地球不过就是一颗炙热的 而充满岩浆的一个火球 那随着地球 地球的温度随着宇宙的膨胀 慢慢降温之后 地球表面慢慢的结成一层薄薄的陆地 这就像是我们把水放到冰库里面 冰库的冷会让水的表面 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冰 对于这冰底下 我们只要踩着这个地面下面 里面到底存在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地质学家一直都很想要研究 我们用砖孔的方式呢 不断地去探究地底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目前最深的洞 不过就达到12公里左右 相较于地球整个半径 6400公里来说 12公里事实上只有一点点 那怎么办呢 地质学家很聪明的想到了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这个是正样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地震会在地球内部形成不同的坡 P坡 S坡 这些坡在我们过去所学过的 坡在不同的介质之下会产生折射反射等等现象 而且P坡跟S坡本身的运动时间会有差异性 根据这种种的差异性 我们地质学家就好像追着地球 在每次地震的时候 对地球进行了断层扫描 把这些结果收集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析地球内部的结构 我们目前得到的结构呢 大致上可分为地壳 地寒跟地壳三部分 地壳的厚度其实就只有40公里左右 相较于整个地球深度大概是6400公里 其实我们假设我们地球是个鸡蛋 我们的地壳其实是比蛋壳还要来的薄 在地球刚诞生的时候呢 比较重的铁跟镍元素都会往地壳去集中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它就沉到里面去了 那目前来讲地球的内部就要铁跟镍为主 它的温度呢大概是4-6000度左右 也就是铁跟镍 融融的温度 那接下来在地壳的部分呢 是从地底深度2900公里以上 到地壳以下这一块都是地寒 那地寒呢主要是由 铁跟镍的矿物石 黄绿色的矿物所构成的 就是橄榄盐 橄榄盐或橄榄石 那在地寒的上部呢 距离地表250公尺以上的位置呢 有软流圈跟岩石圈 那岩石圈其实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坚硬的岩石 它石头是比较坚硬的 它的包含了有地壳的部分 跟我们的岩石圈的部分 就地寒上面的一部分 那大陆地壳其实它的厚度 大约是40公里左右 最厚的地方到40公里左右 那当然薄的地方比较薄的位置 那它里面的结构主要是化钢盐 那海洋地壳呢 大概是7到8公里之间 它最后的成分是玄武盐 那在岩石圈下面呢 其实还有软流圈 软流圈就是其实它的温度 大概介于感染石融化的温度 要融化没有融化的温度 所以软石圈其实 软流圈其实它的 是有点融融态 所以它是会移动 也会流动的现象 这是整个地球目前的结构 我们说根据地震坡所探究的结果 下次有空再见 拜拜